学校就来就罚我 这不判卷书都来了 说非得罚我 视频中的吴先生家住山东青岛 在小区旁边经营了一家小型电力店 电力店不仅在店面销售 也在网络平台上有外卖服务 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美团上买了一罐红牛 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因为这罐六块钱的红牛 吴先生将要面临五万元的罚款 因为将要面临破产 吴先生便找来了记者寻求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 仅仅二十多平米的小店 货品相当齐全 墙上还贴着食品经营许可证 那为什么证件齐全的便利店 会被罚款五万元呢 吴先生向记者透露 顾客在美团上买完红牛后 因为手里有了票据 就举报便利店超经营范围 让吴先生给五千元钱 才能撤销投诉 吴先生当时有些不明 所以仅仅是一家小便利店 为什么就超出经营范围了呢 后来才明白 红牛是保健食品 虽然办理了营业执照 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 但是并没有保健品内幕 吴先生非常无奈 只好通过微信和举报人协商 但因为对方要价太高 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没过多久 食品要监局 对吴先生的便利店 下达了处罚文书 并罚款五万元 这让吴先生又气又恨 表示自己经营便利店 已经好几年了 红牛一直都在售卖 但期间从来都没有人告诉他 这是保健食品 不能随意售卖 他一直认为 既然他在市场上流通 那么就和其他饮料一样 吴先生还透露 便利店的房子是租来的 如果罚五万元的话 自己也不用再干了 便利店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都不止五万块的罚款钱 对于这件事记者 也电话联系了红牛经销商 经销商表示 以后会通知商家 在经营许可范围上 增加保健食品 另外对于举报人 以赚钱为目的举报 吴先生可以告他敲诈勒索 全国也有不少类似情况 例如视频中的刘女士 经营了一家餐馆 生意还算可以 勉强能够养活一家老小 但一天食药间的电话 让他跌入了谷底 原来有人举报 他超经营范围售卖红牛 刘女士傻眼了 自己从来不知道 还有保健品的说法 就在她为这件事苦恼的时候 举报人主动联系了她 对方要求刘女士 交五千块钱的谅解金 就会撤销举报申请 听到要交五千块钱 刘女士坐不住了 立即拨打了对方的电话 经过一番的讨价还价 刘女士把金额 降到了一千八百块钱 对方也同意了这个要求 从对方的话语中 也可以听出 刘女士并不是唯一受害者 最后虽然刘女士不舍的 但还是向对方转了一千八百块钱 记者对于这件事也向律师进行了咨询 律师表示生产销售药品或者保健品 就要办理相关的资质 不然就要面临处罚 另外有关部门接到举报 并不会因为撤销就不处理 律师还表示 视频中的举报人就是在敲诈勒索 吴先生可以向有关部门进行报案 视频看到这里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 感谢观看